大家好,我是泰鲁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員賴慧英,歡迎大家來到泰鲁閣。 泰鲁閣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東西橫貫公路排樓外,位於立西對岸的泰鲁閣台地,是每一位遊客進入泰鲁閣國家公園不可錯失的一個好地方。 那大家可以看我身後方的這棟建築物是遊客中心,前後方這棟建築物是行政中心。 那現在讓我帶領大家來參觀泰鲁閣台地。 現在我們來到了遊客中心,遊客中心除了提供多媒體節目放映、解說諮詢服務外,館內設置了生態油氣館、環境教育館、人與自然館。 現在讓我帶領大家來參觀生態油氣館。 遊客中心的生態油氣館,提供了進入國家公園從事生態旅遊活動的各項旅遊資訊與觀念。 其中包括了各步道的據點導覽,泰鲁閣國家公園立體地圖、國家公園之友,以及台灣國家公園、世界國家公園等介紹。 泰鲁閣台地,早在日治時期,就有泰鲁閣族人在此居住,也就是德卡倫社所在。 德卡倫的意思就是指蜂香樹,早期在台地上長滿了許多蜂香。 因為蜂香樹具有香味,是製造鮮香的重要材料。 泰鲁的台地的步道,難以層住各有不同。 那有老少賢宜的無障礙步道。 那這個步道大概長一公里,步行約需30分鐘,是適合輕鬆散步的好去處。 那另外呢,也有坡度較陡,較具挑戰性的德卡倫步道。 那這個步道大概長3.2公里,步行約需3個小時。 那這個步道的落差大概300公尺,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漸行路線。